馬哈迪不斷質疑非烏裔同胞不忠大馬 這次連國盟都不挺他了嗎 完整內容請示是收看1月20日的百革大事記 前首相納吉的SRC估計公司2700萬令吉洗黑錢案 定在今年9月開審 法官指出 到時候如果控方仍未對納吉 遭遷提出撤銷案件的陳情做出決定 遍方可以申請讓納吉釋放不等同無罪DNA或無罪釋放 對此近水盲今天在吉隆坡占美清真寺清快鐵站外 舉行了快閃活動 出席者紛紛告舉印有拒絕貪腐 拒絕DNA 政治委定 干净政府等字眼的紙卡 呼籲總警察長阿莫特里魯丁 別讓涉及貪腐案的政治人物藉由申請DNA 來逃脫接受法庭公審的程序 近水盟主席莫哈莫法伊莎強調 人民正在關注團結政府上台前所倡導的改革承諾和原則 如果繼續對政治人物的貪污案件基於DNA 必然會削弱人民對公共機構的信任 另外法伊莎也要求政府立即落實之前承諾的改革議程 包括分隔 總檢察長及檢控司群立 反貪會改革和政治現金等 如果政府不回應上述要求 近水盟將在未來舉辦一場更大規模的快閃活動 大馬的多元流教育體系總是成為政治人物的籌碼 被指示阻礙國民團結絆腳石 造成人民分裂 國家團結部長艾倫甘達今天為首屆全國會春大會主持開幕以示實就擺正立場 強調多元流學校並不會阻礙國民團結 相反的 這樣的體系是一個可以促進國民團結的媒介 他表示 如今已經有許多馬來人和印度人都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也分享自己曾在國會碰到三位非華裔年輕人以中文交談 在他看來 多人化是大馬的一個強項 因此國人一定要了解 尊重和接受彼此之間存在的差異 另外 艾倫甘達宣布 團結部決定將每年8月14日定為國家團結書法日 除了中文書法 也包括趙雲文書法和淡米爾文書法 前首相馬哈迪日前指責 印尼同胞不忠於馬來西亞 結果引來排山倒海的謾馬聲浪 民政黨主席劉華才驚天披露 該黨已經在昨天把有關課題帶到國盟最高理事會討論 而各成員黨都不認同馬哈迪的觀點 所以當我有提到的時候 很多的那個最高理事會 也包括了我們的國盟的主席 也認同他的言論是不恰當 比如說因為他是有了年紀啦 有了年紀後可能講話 大家也不認同 可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國盟裡面也會捍衛多元種族 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 儘管馬哈迪這次的觀點不被國盟認同 但並沒有動搖到其在國盟的地位 劉華才表示 馬哈迪仍是國盟的四周顧問 畢竟大家對於馬哈迪的人脈從政經驗還是非常有信心 另一方面 劉華才也強調定期國會的重要性 敢提醒首相安華休想用來穩定自家政權 因為如果政府失能 就得立刻換掉 為了解決非法客工泛濫問題 移民局將在全國各地展開取締行動 而當局今天凌晨在雪州一個取締行動 就給相關人士來個下馬威 移民局今天凌晨12點至2點 在雪州八零龍的一個組屋區 展開大規模取締非法外勞行動 由於這個組屋區單室外及客工租客就佔了八成 並且以孟加拉人居多 因此當地人也將它稱為小打卡 752人 零人賴阿信 已被折迫 因此 現在 所謂的我們在旁邊是561人 除了取締非法客工 移民局總監魯斯林也給全國雇主發出警告 我們將會擁有強烈的行動 因此我們會擁有強烈的行動 因此 我願意祝福到所有的地方 為何不再次擁有共同 教育部長法利納昨天宣布了最新學生服裝指南 學生在2024、2025新學年 可以穿兩天校服、兩天運動服 和一天課外活動服到校上課 對這項決定 儘管行動黨主席林冠英表示尊重 不過 她也批評教育部的一指令下 讓那些校服廠商完蛋了 林冠英聲稱 很多商家投訴早已經進貨 如今囤著的貨不知如何是好 因此 她認為 教育部應該更早通知 以便讓各方有時間做準備 她甚至同提當年的白鞋換黑鞋課題 直言 那次也是突然間宣布 結果導致所有人半天掉 措手不及 登加樓州足球聯賽鬥歐事件 有了最新的進展 警方根據現場視頻 逮捕6名年齡介於25至40歲之間的男子 其中一人還是公務員 這起事件是在上週五發生 當時NAGFC和柯萨FC兩支球隊 在公巴達登加樓體育館內進行比賽 而NAGFC球隊以4比1領先 由於現場有人指責球員打法粗暴 引發了不滿情緒 才爆發了歐鬥事件 登加樓董警長馬茲里指出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D147條文之製造或引起騷乱展開調查 而目前調查報告已完成 並將成交給伍吉阿曼警察總部處理 一旦罪成 可被判最高可達兩年監禁或罰款 又或兩者兼施 大龍派人波齊 燒屋事件時有所聞 如今又有一名男子已被前妻拖累而遭點錯相 無奈之下只能報警求助 這名住在雪州巴生百家麗花園的周先生透露 他在本月11日接獲一通沒有號碼顯示的來電 指他的妻子在新加坡欠債不還 儘管事主解釋兩人已經離婚 但住家仍在1月18日的晚上被人潑黃漆 並且留下電話號碼和一張用英文寫上 這是第一次警告下次來就燒了的字條 對方甚至發了一段燒屋視頻來威脅事主 周先生強調他已向前妻求證 但前妻否認欠債 如今他已向警方報警 並敦促大耳隆 不要再騷擾他和他的家人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